涉嫌收取长毒包裹的运毒集团成员被警方压制逮捕 刑事局今年2月接获公务署台北关通报 发现有两件从德国空运来台的国际包裹很可疑 开封查印后发现包裹内的磨砂膏与预言带进来夹厂K他命 重达8.6亿公斤 市价约1200万元 公务署台北关于今年2月份栏查了两件来自德国的可疑包裹 本局侦查第三大队第三队 接获后及接续侦办 确认了包裹内的22个身体磨砂膏以及预言带 里面夹厂的都是毒品黑他命 总重高达8.6亿公斤 市价超过千万 这个也是警方首次发现病毒集团是以磨砂膏及预言罐来走私毒品 特别使用了预言罐以及磨砂膏罐应该是利用了预言磨砂膏的这个筋体的这个恶征 所以来国际警方查信 刑事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其中第一件毒品包裹收件人为20岁的香港黑帮成员刘新南智 他在去年底先到台北市寻找租屋处作为收获地址 今年2月再度来台领取包裹时招待 第一件毒品包裹的收件人刘新犯贤 是香港帮派和安乐的帮派成员 刘新从香港先飞往台湾寻觅适当的租屋处 存住了房屋之后返回香港 于今年2月份前往台湾的收件地址 领取毒品包裹 另外调查第二件毒品包裹收件人刘新犯贤 是受不详的毒品上手指挥 先到台湾寻觅出租中 或者是无人居住的地址 作为收件地址 之后 刘新犯无人收取的时候 包裹会返回邮局 犯前再趁这个时机到邮局收取包裹 两组嫌犯共称每件包裹带领报酬约5万元 警方已经将三名嫌犯 依违反毒品外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监署侦办 其中香港籍和台湾籍两名流姓嫌犯 都遭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 并厘清两起案件的关联性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